关心餐饮结业 之前刺哥龙王集团收拾 收拾只剩一间 最高峰是12间 澳门分店 现在牛角也宣布7月中和7月底 先后两个阶段会收拾4间 王杰龙也说笑说 今时今日不收拾几间 好像都对不起同业 说笑说的意思 可能以前是今年开几间分店 今年开了几间 现在是这半年又收拾了几间 我收拾四间 你收拾六间 我只收拾一间 大家可能以这些作为开场白 反映到市道多差 大家以为恢复通关一切都好 谁知没人猜到最严重的其中一个灾区就是餐饮 不断结 以前有些小店 现在集团都顶不破了 你见集团不停结业 今年年到牛角 看一看就是27日晚就宣布了 7月15日 澳海城 和 MMC 牛角及MMC 会结业 7月31日 澳大及永华日常 及牛角 次南方 都会结业 这些都没听过 总之牛角的集团 织四间 牛角 有一次走九龙堂 不知哪里 原来他都挺高级的 现在那个格调 门面那些看上去贵点 可能现在这种 又比较偏贵了一点点 可能都未必热得中 今时今日的食客 以前高中低平民价 都有不同食客帮衬 现在可能中间那些 就差一点 要是吃一些经济平民化 大件夹底食 要是吃一些贵点 宁愿要过享受的 如果中等价钱 stuck in the middle 就是有点尴尬的 给得起钱那些 不会吃你中价那些 给不起钱的 也会继续吃平民化的 所以现在这种尴尬的 这种牛角那些 他也在Facebook 表示 结业永远不会光荣的 当然撇除老字号 做到老板退休 没有力做 也没有人接 后人生性 或者没有兴趣 或者也没有人接盘 这种结业 否则也不算是光荣 不算是光荣的 但是一定不会是可耻 而且他也是负责任的 最重要的 不要拖人工 不要赚数 最重要的 最重要是所有数 人工是找清的 最后最好 不要拖业主的钱 以前 这一轮 都是 早前 有些茶餐厅集团 是 无故的 撇了一盒 没有再开 没有正式退租 或者是结业 总之没有开 宅宅 宅宅 之前有一间 之前 这个月先 这个月因为他拍大新闻 我没有再街拍 没有再出街拍片 其实是有出去的 有一间就是 这间在这个商场也有的 然后 什么都封了 欠租 欠租没钱交 就直接不开 简单点 他最重要是 有责任的 观点 而不是 赚数拖人工 不赚数 那就没办法 他说 呼吁同业千万不要死顶 要不就输身家 你继续死顶 这个时候 顶不到也要结业 他说 等环境改善 才能恢复到16间分店 他们最高是16间 然后看看 龙王集团也 开业17年 再早几天 25日就是最后一天 04年创办 曾经去到12间分店 刺哥也是 很有钱的 又是开这些 经常在马场 当然他一个不是很多投马拉 但他很多伤识满天下 总之这个fan 赚马赢他又下去拉投马 每次都见到刺哥 他们真是开心 不用做全盛时期的 那些 硬硬硬收钱 逢跑马必见到他 这个刺哥 很深刻 他也因为 做了电视 上饮食节目 是帮助的 一本多利 你开饮食集团 上去曝光 你的集团都出名 你的招牌就立即 打响 刺哥 这个是密电视 见过的 光头佬 刺哥 但没吃过 太多店 他之前的官堂店 都结了业 短短三年间 关了很多家 现在剩下的最后一家 就是湾仔 龙袍酒家 这都受不了了 我想 到了租约期满 又是拜拜 改头换面 以前又转过另一些名字 大把 以前 如果你说说一家 这些 茶楼集团 几十万年前 敦煌集团 因为敦煌集团 敦煌是最容易记得的 很多很多 有些人不记得 我只记得敦煌 然后 不是很多敦煌 没有了 那时候 几十万年前 再是小个小孩 原来这样的 做不成就 接了他 时机成熟又开了 另一些名字 其实也是这样 做得多久就多久 做不成就关了 然后 又想过 另一些 噱头 甚至我试过有一次 在某间 店吃东西 他刚好 就是静的时候 中间的时候 他应该有六个人在量子 当然是树起了耳朵 听他如何量子 刚刚新开经营 用什么策略 我们卖什么 挺有趣的 听很多 在量子 就是给一些工资 就聘请一帮人帮你量子 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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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然好 对吧 没有的 看市道 只要你的东西不是差 有点 有点 跟人有点不同 外观装修 有点 想法 挺有趣的 而且最重要是颜色 你要看你卖的东西 最大的那几家 是 玩什么颜色的 那个店铺 那个也是区分了 你看看这间橙色的 这间是绿色的 有一间就是用绿色的 现在也做得挺好 那间 都是看定位 这些真是 玩法 现在市道 连集团都要关的 你就知道 你就知道什么事 之前还说那些 内地大集团下来 原来 有些怀疑是走资的 也有些下来 因为成本不同了 又说食物中毒 什么都有 可能往往都是 痰花一现 看看最终是怎样 之前去一个大商场 看到 全部内地的龙头 陆续开了 开了 和装修 还要去 固定那些 店在同一个区域 你们慢慢吃 全部在那里 整个商场 超多的龙头 下来 这些没办法 最重要是有人租 店铺也有人租 说你做不到 你先租 租了再想 现在有人执 有人接 总之 确实有人会想得 你任何一个价位的 店铺也 在那里 龙王也即将过一段落 他 2021年开始 受到打击 疫情开始 没办法 看回那些 开心事 7月1 很多优惠 庆祝香港回归27周年 餐饮界这边 很多事 七一节 大家如果想 拿一些好处优惠 留意 不只是餐饮 那些游乐 看电影 什么都 一定会有 有些可能当日 也有些长达7天 甚至有些 在6月底就开始 最好有些去到两星期 甚至整个月 整个7月 刚才牛角 人家7月 整个月有 优惠 7月就收拾4间 大家看回 例如我读一些 可能大家知道是什么 太兴会有 海洋公园酒店也有 比如有些 中南角也有 这些是自助餐 或者全单 七一节 单点就有些 比如黑木亭居 就屋 烧肉屋 之山яни 烧肉屋 自己去询 然后有些指定时段 午餐 主要是午餐 Potterhouse 一个seafood和牛扒 这间好像不知是行不行 奇华茶室 TOKYO ZO KOYOTO ZO SANSTEM 这些 大家自己去查一下 另外套餐 71元 RUD烧肉 31元 牛奶冰室 8分8 什么落什么落 另外麦当劳厚野奶铁9.9 7日 然后大家下冬瓜中套餐71元 我说不是71节后99 不是呀他一直都99 我记得他一直都99 又借71节 又借71来 他一直都99 我记得那不是大家下冬瓜中 冬瓜中大家下冬瓜中 7日 加9元 海天堂又有 茶叶蛋 五花茶 泰昌饼家 彩福婚宴集团 霸妈拉麵 有一家 霸妈拉麵 28日到7月2 风云丸 青叶海鲜酒家 烧肉屋 烧肉屋也有 28日 开始 食神丽工 海味 烧鵡 鲍鱼 烟 厉害 轻运美食 好多 总之 优惠到一个月 有富林桃园 大茶饭 厉害 然后 然后有一个日本料理 另外茶界优惠 可能 沽寒一点 这个就不读了 他只有茶界优惠 大家去看看 有好几个 不同的集团 一起协办 去到8个 又不多说了 大家可以查回 如果想享用这些优惠 或者 反正也是吃的 倒不如 查一下 哪些 附近 可能你没有吃开 然后 咦 他做优惠 看回 原来大快活 全年顺利 是增加 13% 没期式派30仙 正 买到就发达了 赚5070万 也不错 也有一个挺大的信号 这些连锁集团有钱赚的 成本控制可能好些 反而翠华全年顺利跌35% 不过没期式也 继续有一派 就派2.5仙 相反派30仙 大快活 餐厅数目也减了 只剩7家 跌了35% 顺利 仍然有钱赚的 顺利是去到3900万 但是跌了 跌了 现在如果 截至3月底 香港餐厅减少了5家 只剩29家 如果这样计算 翠华也仍然不错 他有29家 大快活肯定不止29家 澳门还有3家 翠华现在倒下倒下倒下 也不多 以前好像 紧有一家在左近 翠华也不错 吃快餐 他始终的味道 会比你无厘头 捐入一家 不知什么 街坊式产厅 很容易中伏 不是连锁 不是集团 可能只是在某区 只有一家 很大机会 起伏会大 要么就中奖 要么就 赢了 但是现在这些市场 怎会中到奖 他没有 集团去支持 所有入货 全部都不行 如果看回大快活 香港有158家 中国内地24家 他的家数是多一些 所以如果这样算 翠华也仍能支持 只不过大快活 他的店铺多 现在都是吃着吃着 都不敢吃 无厘头的餐厅 因为宁愿闷一点 都是吃着三大快餐店 或者一些 漢堡包的快餐店 真的不敢吃 产品 竞争弱了 他自然 此消彼长又是差了 他们有时不敢定贵 不敢定得贵 在成本上 红厉口 越犹豪 就是 再贵 我认为贵 贵 我认为是要照吃的 香港是没有的 他那边是没有餐厅 你好吃不好吃也要照吃的 贵一些 不知道 始终人家的经营 他们有个考虑 会見到很多不同的东西 我们的习感报了很多关于饮食的这一集 看看大家听完有什么想法可以留个字 今集来到先有什么想法在下面留言记得按订阅